红武海龟救护收容中心 今天下午也放了五只海龟 他们在血统的驾驭身当中 存回大海 而其中有两只绿溪龟 还装上了卫星发泡器 未来要让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 来做回忧调查 红武海龟救护收容中心 四号在马公市实力沙滩 也放五只伤域的海龟 收容最久的是一只 去年十月救伤的绿溪龟 从79公斤增胖到83.1公斤 其他原本健康状况 不佳的两只绿溪龟两只待妹 经过工作人员细身照料 全都长得头好壮壮 海龟刚回到沙滩 有点不习惯 一度停在原地 听到熟悉海浪舍 立刻加快脚步 在一百多名血统围观下 迅速冲进大海 好漂亮啊 加油 加油 我觉得看到海龟回去 好像是他回去找妈妈一样 今天我们大概也换总共有五头 包括三头的一个绿溪龟 还有两头的一个待妹 那比较特别的是今天的话 我们有其中有两头海龟的话 我们是要有装那个发泡器 那这一次是由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来做 那设置以后未来他们就是要调查这两只海龟 等于说整个一个回游的一个路线 今天我们零物局的特别邀请几个宗教团体 那邀请宗教团体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之前宗教团体大概都投入在放生这个区块 那事实上在海洋生态里面来讲 放生不见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那零物局是希望说未来我们这些宗教团体 能够投入一些经费 如果说可以的话反而转向来做一些 野生动物的一个救护 那我想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联合报时日捐澎湖报道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